亲爱的朋友 我们又回来如歌的行版 说到文化的工作 我几乎一辈子当老师的时候 其实也是文化耕耘 开始做社会工作的时候 还是在做文化这一块 我经常想到 在做文化事业 其实真的是很花钱的 创意无价 那你不能够说 你自己要实现什么理想 然后叫一些艺术创作者 都来跟你一起做公益 这个都不是办法 那在这中间呢 我们常常要去找资源 不过我有一个很乐观的想法 就是说好 起先可能很辛苦 可是当你把事情做出来以后呢 很多人如果做的是符合你自己的标准 你自己觉得问心无愧 然后对这个成绩也觉得说 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社会的话 我在想说这个资源应该不会有问题 那我这一个乐观的想法 常常招致很多人的善笑 就是笑我 就说有点傻这样子 还有就有点乐观过头 或是说不知人间疾苦 然后不知道这种事业的难做 所以就会笑我 可是呢 我也不晓得 就是还是本着自己的良知 觉得自己是做对的事情 然后把自己所能用的资源 人力资源也都用进去 结果我常常得到的那个就是检验 觉得我想的果然没有错 那一直到我看了这个 洋葱炒蛋到小英便当这一本书的时候 我常常印证很多我的乐观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天下这个道理应该是存在的 也就是像那个蔡英文主席 他在叙述到他参选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 他知道会有很多困难 他知道民进党有很多的债务 也有很多人警告他 那结果呢 他知道这些困难 可是一直到人家跟他讲说 民进党的债务有两亿多耶 你要怎么办 的时候他还是吓一大跳 觉得说哇这数字还真是多 那可是呢 他马上就回答 这些质疑说 他是不是扛得起这个债务的人 他怎么说呢 他说当我们把招牌擦亮了之后 自然就会有人来帮助我们了 不是吗 这一句话真的是小英主席的这个个性 他真的是这么样想的 那他这么讲 我觉得这句话似曾相似 因为这个也是我心里面的想法 就是说当我们把招牌擦亮了之后 自然就会有人来帮助我们 那么我把自己跟民进党的状况类比 实在是也有一点那个 不晓得是不是有点过分 不过我还是很开心的觉得说 我们在做对的事情 很执意去做的时候呢 我相信除非我搞渣了 把事情办得不好 除非被人家试破 说我是徒利自己 有那个不良的企图心的话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我相信我的招牌擦亮了 人家看到了 就会自动来帮助我们 不是吗 小英主席说 他事后回想 这个乐观的答案 虽然是他的真心话 可是当时大概没有人会解除忧虑 还是非常的忧虑 说两亿的债 你怎么样的能够把它还出来 那当然了 他们有很多解决办法 就是遣散一些党工 削减福利 退出去 我想这些就好像我 去压榨这些创作者说 我做的是公益 我做的是为台湾文化土壤来耕耘 所以你要跟我一起来 这个勒紧裤带 用你的专业也来帮忙 我不能这样子说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一时的热情 愿意说被你感动了 好 我就两肋插刀 就一起来做这个 这个吃亏 就是亏本生意的事情好了 我想这都不是长久之计 还是要开辟裁员 开辟这个 开源啦 截流是一个办法 也要开源 那小英主席的一些想法 让我自己觉得 一方面是印证之外 一方面也是有很大很大的启发 所以呢 小英主席后来用的办法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小额募款 然后呢 还要财务健全 这个机制非常重要 然后所有你跟决策风险有关的问题 都要公开来 然后呢 要直接来处理这个清廉的问题 那民进党这个党 要让人家觉得值得信任才可以 所以这个也就是 后来小英主席觉得说 小额募款不只是钱 当然积少成多 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 那么积少成多之外 你的透明公开无私 这种都要表现出来 然后呢 你才能够知道 这是人们对你的一个托付 也是寄望一个希望在你身上 所以有这一些责任在 然后你要好好的去做 所以这一点就让人家看到了一个信赖 不像说国民党有那么庞大的财产 庞大的党产 以至于很多人舍不得离开他 因为都想要在里面分一杯羹 而他里面呢 滥脏呆脏一大堆无法处理 大家只知道党产很多 那么有能力的人呢 就在里头一瓢一瓢的挖 那其他人呢 看着流口水 他也舍不得离开 这是我们都看得很清楚的 我想台湾人明智已开 经过五六十年的洗脑和根深蒂固的观念 不懂得自己来做主人 这个是我想慢慢有在改进 所以民进党现在的声势 也可以说是靠着蔡英文主席一个人的招牌 然后带领起来 大家对这个党的信心的回笼 我想对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 那不只是说选赢 像国民党的诉求 就是一定要赢 一定不能输 含血含泪 含什么恨 都要去投票 一定不能输 一定不能输 你是为了你的利益吧 而不是说怎么样能够对台湾更好 所以我很喜欢蔡英文主席的一个证件 就是用一千亿 我们说一千亿很了不起 要这么大 问题是怎么用 一千亿要用在鼓励离乡 闯业的人 能够把他的专业 或是他的成就 或是他的困难 种种种的就是他在外面闯荡 然后他愿意回乡去创业 做他们在地人有益的事情 是传统产业也罢 手工产业也罢 我们不能说笔刺 笔气那种黄昏产业 他没有前途了 我告诉你 每个人最终都要回到土地 土地种下去 长出来的东西 才是你能安身立命的东西 所以他这个一千亿 鼓励在外的人 回乡去 丰富他自己的家乡 让他家乡的人 能够过得更好 而不是说 我去投资海外 去投资对岸 然后赚了钱 所谓根流台湾 这种空洞的口号 我觉得 我们要看的是脚踏实地的 现在就只看 台湾人是不是明智构开 有民主素养 知道国家的主人 就是你 那么你没有办法参与 制定法令 分配资源 你没有掌握到这个权的时候 你可以用投票 来选出能够替你执行 这些权益的人 那这个人要值得你信赖 然后他让你看到说 你信赖他 你会有什么样的远景 那我非常非常的 知道 看到 民进党在现在脱胎换骨 改变了体质 是真正的跟人民 站在一起的一个政党 而我另外看到一个现在已经在执政的国民党 执政了三年多 而且他们有过去五六十年的资产 而他们做的哪一点是为人民的庶民生活来付出呢 他们所图立的都是一小撮一小撮的 同质性很高的一些权贵 那么这里如果台湾人没有睁大眼睛来看的话 真的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我们当然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就是在这个文化大拜拜 文化烟火这一类的假象之下 里面有多少人假文化创意之名在互相图里 那么文建会主委那一天亲上火线 在电视上变白 为这些艺术家变白 为他所赞助的 用掉这么庞大的国家资产 纳税人的钱的这个事情做变白的时候 他说我们用的是百老会的水准 那么我想我们大家心知肚明 台湾有多少人参与过 多少多少数不清的人参与过 百老会的节目的制作 也有更多数不尽的人看过百老会的表演 大家都知道他是应该什么样的花费 跟什么样的效益 那你有达到吗 不要以为我们没看过百老会的剧 不懂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像那个打字幕的投影机 光租金就要一千六百多 一千六百多万 这样的数字 吓死人了 那么有专家出来说 一台你买机器也不过六万 好 你要三十五台 你要几百台 也不会达到这个数字 而且只租用一次 这是一个文化制业所应该做的事情吗 不为永续的使用 只用租一次 那么他当然就可以不必有国会的监督 那全部都是以一个专业跟一个文化创意来呼隆聊事 这是一个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就这里面我们来比较 你就知道说 我们在明年的大选 你应该睁亮眼睛来看清楚 那审视过去的所作所为 然后你对台湾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景跟期望 那么你应该指望谁是比较有益一点的 甚至于说跟对岸的交往 我觉得民进党给我们